哈喽大家好 那我几天前 有跟各位介绍 厨鱼 滤水器的一个 做法 那大家反应 非常热烈 那也有人 反应了一些问题 那我自己在用呢 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们今天打算 来教各位 做一个进化板 那 这个东西我已经做好了 就在我桌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进化板 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多了一个 把手 这是可以挂的 这个把手 那他也多了一个 这个盖子 盖子 因为有人说 这个万一放在那边 放久了 怕有果蝇 那我就 对各位设计了一个盖子 那这个盖子呢 这个盖住的时候 他就可以防止这个 这个蚊眼跑过来的 就盖 盖这样子 好 那 再来就是说 这个结构上 我们也有做一些耕洞 因为你一个厨余的话 大家都知道 潮湿的这个菜叶 菜叶啦 什么 范粒 什么 果皮 然后放在这个平的地方 虽然我们有打了六 底部有打了六个洞 但是毕竟是平的 他的挤水效果 也比较不理想 我们讲实在话 那如果说 我们将他做一个倾斜的摆放 会比较理想 水比较容易集中 比较容易干 所以 在打孔方面 我们也要做一些改良 那 我今天就准备来为各位做一个示范 那 那 基本上 我这边多一个这个 这个孔嘛 这个是吊挂孔 那吊挂孔的话 就是用这个圆穴钻去钻的啦 这是 53mm的圆穴钻 5.3公分的圆穴钻 那 你不见得要买圆穴钻啦 你就是画一个圆 然后用这个 电落铁 小心的去把它画出来也可以 那 那像这种砖过的地方 这比较利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加热的方式 去修它的边 让它变得比较不要那么利 这样子 因为 因为你把这个 锐利的边缘 用这个 电热铁把它溶解一下 它就 就比较不那么利了 包括这 这边的一个 一个 因为有人说 万一这个切口会割伤手 那没关系 你用 用电热铁把它 抚平 因为它 会溶解 那你把它抚平 它就 就比较不会刮人就对了 那 我们实际 来示范给各位看 因为像 像这种 就是我们厨房的一个 一个 这个 水龙头 那 那你这个 菜渣放完以后 你就可以 因为我讲说 53的这个大小 你 你刚好可以 透过这个把手 挂在琉璃台 那 挂在琉璃台 因为它单侧 所以它这边有重量的时候 它这个是 自然的倾斜 那个 那个水 都会集中到这一侧来 集中到这一侧来 那所以说 我们要打孔的话 就是说 这一侧就是要来 打一些孔就对了 那 我来弄一个这个 好 因为我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上 可能会稍微 久一点 再多一根好了 好 那我先来为各位示范一下哈 像这种瓶子的话 如果说今天我们拿美工刀哈 好 来割的时候呢 它到最后 这分开来以后 它这个 这个边缘 比较锐利是一定的 好 那 那你如果用这个 电路铁 来做切割的时候 因为 它有溶解 等于有收边的作用 会变成 比较圆弧状 好 那万一你没有电路铁 你也可以用这个胶带哈 把那个 边缘 贴一下 好 类似这样子 好 这种 胶带嘛 你也可以 去买一些什么 金属胶带 比较漂亮的哈 把这个 这个边缘稍微贴一下 你就 就不会有割手的一个情形了哈 那现在有一些塑胶电镀金属 金属的颜色的看起来也蛮漂亮的 又五彩的哈 那你就 在这周边把它贴 贴一圈就好了哈 好 那 那这个呢 我就 示范哈 用这个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这种电路铁哈 来 来挖这个孔 因为 挖 用电路铁去挖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收边哈 就比较不用再修了哈 好 那我们来挖一下哈 好 各位看一下 你电路铁这样经过的时候它 它这个 附近的这个塑胶材质哈 这个 这个都会被溶解 没有 你看这边有一个这么大的洞 事实上这个东西都已经被溶解到这个边缘的两侧了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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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这个在在切割的时候 这个味道是不大好闻啊 最好是在比较通风的场所 好 那 我很顺利的哈 将它切好了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就比较 比较圆润 比较不会割人 好 好 那至于 至于我刚才讲的哈 讲的它多一个盖子哈 要防止果蝇哈 防止果蝇就是 就是盖子 盖子 我们 我们这个提把还是保留了哈 保留 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个盖子 挂在墙上嘛 你要盖的时候就拿下来盖 拿下来盖 这个有结构上的一个设计哈 他才不会滑落哈 那就就是设计就在这里 啊 就这样子 你把它挖一个这个 U字形哈 然后把这个稍微往里面捏一下 他就形成一个卡榫 那你就可以 摳住这个前缘 那这样的话 有点倾斜 但是他他就保持一个 上盖的一个完整性哈 那 至于说 这个东西要怎么挖好 我们来挖给各位看一下哈 我来示范一下哈 假设我们这边啊 这边有一个这个 这不要的 我只是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啊 像他这个你看我 我沿着这个周围 啊 这个有个电热道是 是不是很方便啊 啊 就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抠进去 抠 抠 抠进去一点 他就 就可以来卡了 啊 有没有 啊 这样的话也不会利的 因为他有 有那个 电热刀烧过嘛 电热铁把它烧一下就不会利 啊 好 那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这个 结构大部分都完成 只剩下我们要多打几个洞 我看我这个落铁热了没 啊热了 好 那我就来打洞给各位看哈 那之前我们有示范 这个六个方向各打一个嘛 那我现在 现在还是一样啦 六个方向都是要打一个洞 好 在 在 最底点的位置都打一个洞 因为我打六个洞就是 这比较 比较好定位 因为他刚好这个有一个六角形的这个 这个 花纹嘛 啊 那现在我要 要讲的就是说 你这 在这个 这个 我们注意看哈 这个挂钩 对不对 啊 挂钩的一个对侧就是这里 啊 挂钩 对侧就是这里 啊 这里的这一个 以这一点为中心哈 我们多打五个洞 啊 啊 打在这个外沿啊 多打五个洞 啊 打了五个洞 啊 那这样就打好了 啊 因为基本上将来这五个洞啊 就是在最底部 啊 因为 因为你现在挂着的时候 他 挂 用挂的时候 他有重物他会集中在这里 所以他是最低点 啊 那 那这个底 接这个 汇水的这个盘子哈 啊 原来是教各位这样摆吧 啊 啊 那你你现在你不要这样摆 你稍微摆傾斜 啊 摆歪斜 有没有 不是不是这样摆 只是有点歪斜 啊 歪斜 这样的话 他水哈 会自动集中到 到前方来 这样会滴落下去 啊 然后呢 你在摆 摆的时候怕 怕这个 嗯 果蝎啊 或是蟑螂啊 来爬 你可以用 刚才 我教各位的盖子 这样盖上去就好了 啊 那 这盖子不会掉下来 因为他有个卡榫在哈 我刚才有教各位 啊 怎么怎么做卡榫 啊 有没有 这个卡榫啊 就卡住了 好 那 整个进化板啊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啊 那当然了 这个 进化板啊 将来 也会进入我家的厨房 啊 那 我相信以后啊 这个 各位在看影片的时候 也会看到 我家厨房 就 会利用这个 来 来把厨余 先把它滤干 因为滤干很重要 比较不会花臭 啊 因为有时候 你不是每天去倒嘛 那就会变得 第二天就会变得很臭 啊如果干的话 就比较不会 好 那 今天这个影片跟各位示范啊 属于 啊 滤水器的一个 进化板啊 那希望呢 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 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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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